这一讲介绍最优前缀码 首先我们先看个什么叫二元前缀码 用01伏串作为代码来表示字符 要求任何字符的代码都不能作为其他字符代码的前缀 这样的设计就叫做二元前缀码 这里是一个非前缀码的例子 一共有四个字符ABCD 所以假定我们用这样的01串来代表这个四个字符的代码 那么这里边00就是001的前缀 01就是010的前缀 它不满足前缀码的要求 那么像这样的代码在解码的时候就会出错 比如说我们考察一个字符串 是0100001这个字符串 如果你解码的话可能会出现奇异 我们可以这样的解码 把01看作一个字符 00看作一个字符 001看作一个字符 那这个解码的结果呢 就是DBA 把它解码成DBA了 那么也有另外的解码方法 把010看作第一个字符 00第二个字符 01看作第三个字符 这个解码结果呢 就是CBD 所以这就出现了奇异 前缀码在解码的时候 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因此我们在设计代码的时候 要求用前缀码 下面我们看一下前缀码的表示 前缀码呢 可以表示成一颗二叉数 这是一个前缀码的例子 一共有这样多个代码 那么把这些个代码呢 表达在一棵树上 这个树向左边走就表示0 向右边走就是1 所以我们看它的每一步 向左都是一个0 向右都是一个1 那么这个000000 就是都是向左 五步向左 那这个呢 就是000000 向右1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个代码 都标记在这棵树上 那么最后的代码 在这棵树上就是树叶 这些个树叶都是代码 这个就是二元前缀码 它的二叉数表示 每一个前缀码 都可以对应这样一棵二叉数 看一下它的平均传输位数 这是一棵二元前缀码的二叉数 那么这些个是它的编码 编码的字符串 出现的频率都写在这个字符串上面 5 5 10 15 25 10 10 20 大家的频率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么它的传输位数 平均的传输位数怎么算呢 可以这样算 就是用它的频率 乘以它的码的长度 那这个码的长度 在这棵树上 正好代表了树的深度 你比如说 我这个码的长度是5 5个0 那么这棵树的深度是0 这是1 2 3 4 5 正好5条边 从根到它的路径长度 就是深度了 所以这个码的位数 就是树的深度 因此用这个码 在树上的深度 乘以它的频率 对所有的这样的码 求和 就是它的平均传输位数 这是这个传输位数的公式 那么对于这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这两个码 它的频率是5 这个5是指的5% 两个都是5% 乘以它的位数是5 然后我们看到 对于这个码 它是4位 10% 10 乘以4 然后这三个码 这个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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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三位的 这个是15% 10% 10% 就是这一项 然后 这两个是两位的 两位的是 25% 25% 乘以两位 大家最后 把这个整数都除于100% 就是它的频率了 这个算出来 平均的传输位数是2.85 这是它的这个 平均传输位数的定义 然后我们看看 我们的问题是 给定一个字符级 和每个字符的频率 希望你设计一个 最优的前缀码 就是使得这个平均传输位数 达到最小的 这样的一个前缀码 这个是它的算法 就是哈佛曼算法 这棵树 对应的最优二元前缀码的树 叫哈佛曼树 这个做法 就是每次选择 两个频率最小的 作为兄弟 然后把它们合并成一个 复节点 这个复节点的频率 恰好等于 这两个最小的频率之和 通过这样合并以后 就在对列中 产生一个它的复节点 它的两个儿子 就是两个最小的 频率的那个字符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对列中 不断地找两个最小的合并 合并以后把它从对列删除 把它的复节点插入到对列中去 做到最后 这对列只剩下一个节点的时候 这个整个的数就生成了 因此这是它的尾码 我们先生成一个空节点 作为它的复节点 生成好了以后 把两个最小的元素 就频率最低的两个元素 一个作为这个复节点的左儿子 一个作为右儿子 然后把复节点的频率 表达成这两个儿子的频率之和 把这个复节点插入到对列中去 所以每次这个对列 会减少一个元素 到它最后剩一个元素的时候 这个数就生成了 下边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个是输入的字符 一共是六个字符 那么这些个 45 13 12 16 9和5 就是代表它的频率 用这个数除以100 就是45% 13%等等 这就是代表它的频率 我们用整数来做算法 那这就是开始的这些个字符 下边标记的 就是代表它频率的那些个整数 按照哈佛曼算法 应该选两个最小的来合并 那就是5和9 这两个合并以后 生成一个复节点 那这个频率是5和9的和 就是14 下面再选两个最小的是12和13 这两个是最小的 然后把它合并 合并生成一个25 然后再选两个最小的 就是14和16合并 生成30 然后30 25跟45 再选两个小的 就是30和25合并 55 最后这两个再合并 就是频率就达到100% 这是整颗数的生成 那么这颗数生成以后 它的代码是什么呢 根据刚才我们的规定 这个F就是4个0 这个E就是001 这个D CBA 都可以把它们对应的代码写出来 这就是这个算法的结果 那么它的平均传输位数呢 按照我们的公式来计算 这两个是 频率是5和9 然后它是四位长的 然后这个三位长的 就是这几个代码 三位长的 这是它们的频率 然后乘以它的位数 然后这边还有个一位长的 这个算出来是2.24 这是得到的一个 二元前缀码 也是最优的 就是按照哈夫曼算法算的 下面我们介绍 两个最优前缀码的性质 这是为了证明 算法的正确性来使用的 第一个引力 有一个字负集C 每个字负有一个频率 XY是其中频率 最小的两个字负 这是它的频率 FX和FY 一定存在着一个 最优的二元前缀码 这个二元前缀码 XY是等长 意味着它们在数上 正好是兄弟 它仅在最后一位不同 就它是在兄弟的位置 那么这个证明的方法 我们可以这样证 假定这是一个最优前缀码的一棵树 T 那么这里边XY 它并不是兄弟 也没有处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但是它是频率最小的 比如说X的频率 小一等于A的频率 这个A和B是一对兄弟 它是处在它的下层 那么Y的频率 小一等于B的频率 就是它们两个 虽然频率最小 但是它们不是兄弟 也没有放在这一层上 下面我们就把这个 X和A替换一下 把Y和B替换一下 把XY放在最下层 作为兄弟 就得到这样一棵树 替换完了以后 得到的树是T一片 我们就来看一看 替换完了以后 这棵树的 它所计算的那个全值 就是它的平均的那个位数 和这棵树相比 是降低了还是增高了 如果它的位数是降低了 那说明我这样做了以后 这棵树的平均传输位数更好 如果这个是最优解的话 那这个肯定是最优解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论证 就可以说明 这个引力的正确性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这两个的平均传输位数 也叫做它们的全值 就是这棵树的全值 和这个树的全值 到底谁的更大 我们可以看到 这棵树的全值是Bt 这棵树的全值是Bt一片 那么就把这棵树的每个字符 就是树叶的 它的深度乘以它的频率来求和 那么这是第二棵树 它的深度乘以频率来求和 除了这四个叶节点以外 这两棵树可能还有其他的叶节点 其他的叶节点的这两个部分是相同的 在两棵树的全值是一样的 我们就不管它了 那么只有这四个节点的全值会有变化 因此我们可以带入这个公式 把这四项的值带入这个公式 把这四项的值带入这个公式 利用这个x的深度等于这个a的深度 这个a的深度在这里边等于x的深度 这个y的深度在这里边等于b的深度 这个b的深度在这里边等于y的深度 利用这个深度值相等 把这四项带进去化解 化解以后最终的结果可以发现 这个的全值要大于等于这个全值 这个化解过程呢 大家可以在下面做一下 所以通过这个化解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这棵树的全值 不比这棵树的全值大 它也是一棵最优的二元前缀码的树 这是它的正名思想 这是第一个引领 第二个引领呢 就是说t是二元前缀码的一棵二叉数 其中有两个xy两个字符 它是树叶 是在这样的一个结构 它有一个父亲 他们是兄弟 这个就是z z是他的父亲 下面我在这棵树中 把这两个树叶去掉 去掉后把这个父亲z 作为叶节点 这是新的这样一个树 叫t一撇 那么这棵树和这棵树 就是t一撇是由t 通过这样的操作导出来的 那么这两个全值有什么差别呢 这两个全值的差别 正好就是x和y的频率之和 就是这是它的全值的差别 这是第二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办法来证明 这是说对于其他的节点 除了xy以外其他节点 在第一棵树的深度乘以它的频率 和它在第二棵树的深度乘以频率 这个值是相等的 因为它没有变化 在两棵树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在第一棵树的x的深度 和y的深度 刚好是第二棵树 它的负节点z的深度加1 这是根据我们导出的结果 z是它的父亲 正好深度比它小1 现在我们看一看 这第一棵树的全值 每个节点的深度乘以它的频率求和 把这个全值我们把它按照节点分成几部分 这是除了xy其他的节点的部分 就是在这个核式中 除了xy的其他节点部分 这是x的节点的部分 这是y节点的部分 刚好加起来就是所有节点的核 正好这是第一个核 那么根据第一个公式 第二棵树的除了xy的其他的叶节点 跟第一棵树的这个值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直接把这一部分 它没有xy就是其他的节点 替换成第二棵树的这个值 因为这两个值是完全一样的 这是它的这个结果 然后我们看到剩下的这个部分 剩下这个部分呢 它的这个dtx就是这两项 它正好可以替换成它的负节点的深度加1 所以我们把这一项替换成负节点深度加1 这块替换成负节点深度加1 然后把这个负节点的这个深度部分提出来 把那个加1的部分就变成它两项的核了 所以这一部分是加1那部分提炼出来的 剩下关于z的那部分都在前面这一项 正好fx加上fy就等于fz 我们就t换成fz 所以经过这样一整理后就变成这样一个公式了 那么z是第二棵树除了z以外的其他的叶节点 加上这个z这个叶节点 所以这两项合并到一起 就是第二棵树的整个的全值 因此就差了后边这一项 这就证明了我们的公式 就是bt等于bt一片加上这两个的核 这是这个引力二的证明 我们把这一讲小结一下 二元前缀码和它的二差数表示 二元前缀码是一个什么定义 它的二差数是怎么得到的 它们有着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点呢 就是给定频率下的平均传输位数的计算公式 这个公式是用每一个字符的位数 乘以它的频率求和 字符的位数正好在数上 就是用深度来表示 这是它的计算公式 第三个 什么叫最优的前缀码 就是平均传输位数最少的 那个前缀码是最优的 那么找到最后前缀码的算法 就是哈佛曼算法 最后我们介绍了前缀码的性质 通过这个性质 来证明哈佛曼算法的正确性 这个证明将放在下一讲 来加以介绍 这一讲内容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